本节目内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 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以下节目含粗言为语 只适合成年人收看 18岁以下人士 请在家长陪同下收看 敬请留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上一次说到 你阿弗陀佛大公 选择不选择 选择人家蔡依华人的国耻日 来搞阅兵 他是爱老婆 想带老婆出来威慕 但问题是你又在人家伤口杀严 这世界很难说 你是一个好老公 可能对某些人来说你是一条狠家产 但是对于萨比亚 这个地方好像去我们很遥远 其实不是的 但现在出过电脑 6月23号和6月28号 大家就会见到 6月28号 出不齐了 你当时又会见到他的国旗 这个真的跟俄罗斯一样 首先他的底色都是斯拉夫 泛斯拉夫的红白蓝 然后其实 所以他们这个斯拉夫民族 或者这帮人 那个心态 俄罗斯国费都是喜欢你用这个双头鹰的 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是这个 罗马帝国的继承者 然后呢 是东西都兼顾 所以东罗马帝国 西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的历史上是分了两分 他们都觉得 因为基本上他们都是一个 欧亚中间的一个位置 你那些国伴也好 俄罗斯都是欧亚中间的位置 奥图曼帝国也是 是 奥图曼帝国 所以他们个个人都是梦想自己 都是承计这个 昔日的 罗马帝国的那种光辉 所以这帮西罗马帝国这帮人 本身都有种什么心态 所以这个也都告诉你 本身他们和俄罗斯 是有一个渊源的 这个也是 怎样一战会打来打去 俄罗斯和他在后面也有 有景棍 那时候 我记得有时候有协约国 主要是协约国阵营 和民国阵营 他说因为他很错综复杂 所以为什么打下打下 本来 就是你所说 回来 怎样说呢 他杀人的是塞尔维亚的青年 然后不知道哪个国家又说 要帮奥图曼帝国报仇 德国 总之另外一边又说 不行 我要支持他 所以就这样搞到乱了 我稍后会有张图 有关系表 但是上公主也要问你 6月28号 蔡尔维亚对巴西吗 没得踢 蔡尔维亚今年的脚不是很好 瑞士呢 瑞士都不够踢了 这两场都是输球 如果要让球可以买蔡尔维亚 因为巴西应该让蔡尔维亚 球半两球 那么我们应该让蔡尔维亚 我认为是让他半一 還有一隊是怎樣去分組賽 那一隊還是垃圾 我忘記了 我們出了電腦 常公子貼士 其實這兩場都可以捧賽爾維亞 但可以比較險 因為瑞士和巴西應該要讓球量得比較多 尤其是巴西那場應該要讓球半兩球 說清楚應該要買讓球 賭開球的人會知道 那是怎樣的 可以盲毛 賭開球的人會知道 這些球表面是瑞士和巴西贏得 可能最後收錢就要買賽爾維亞 賽爾維亞也不弱 他有曼聯中場有拉數的前鋒 但其他腳比較弱 其他是鷹冠腳 或者是國家聯賽 即是踢英冠 踢卡利夫城 那你瑞士有沒有一些比較有名的人 瑞士就是踢阿仙奴那些 你的名字當然要考我 瑞士都是散開的 都是頂級聯賽 所以大家一邊看球 可以一邊知一下歷史 我們繼續講一講 這是凡斯拉夫的國旗 是凡斯拉夫的國旗 出過電腦 白色代表慷慨與坦率 藍色是忠誠誠實 完善精潔 紅色勇氣慷慨和愛 我記得了 其實如果回到原本的藍絲 即是沒有一隻鷹 那是原本的藍絲拉夫國旗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因為基本上他們 凡斯拉夫這一堆國家 俄羅斯到阿巴爾國半島 其實大家用的旗都是差無幾 又很有趣 但其實也是 顏色來也有幾個 之後平登博也是紅白蘭 法國又是這個顏色 我其實很懷疑非法佬 和法國佬有什麼關係 為何非法佬 中國不是更寡 那些朝代類的都是那幾個 因為有人討厭 其實是很悶的 沒有辦法 但紅白蘭又成為香港精神 是啊 這樣說 不要緊 不過這些 我又不太明白有什麼意思 不過這些當然是做一些好東西出來 總之這三個顏色的標誌是他們 他們見到 就是這樣鋪牌 這樣鋪牌 我們見到 他們又覺得是我們的 表達美好的東西 民族團結 沒有所謂 但是這個揮號就告訴你們 這幫師奶夫人 都為 個個都是這樣的 個個都嚮往羅馬的剛才 你德國人都是這樣 沒有德國之前的神聖羅馬帝國 又是說自己繼承羅馬的 個個都是這樣的 羅馬帝國正宗 不是問題 但真真正正就是有羅馬過意大利 這個國家真是很慘 一戰二戰都是含家產 他民族本身是這樣的 我認識意大利人 回來 聽一下 你說 我認識意大利朋友 其實他們是很可愛的 他們有幾個特色 在我認識意大利朋友的概念 其實有很多話要說 他們不停這樣說 很多話要說 其實比較懶惰 所以叫他們上前線打仗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作為 是否因為他們在地中海 這個地方有貪慣 民族的本性 就是每一個民族都有其本性 譬如德國人有紀律 還有冷血無情 譬如意大利人比較容懶 西班牙人和陶陶牙人 又有地中海的成分 都是比較冷 英國人表面高尚 其實城府很深 沒錯 法國人就是 都是容懶 也不算的 其實法國人有一點高傲 是的 他們是非常高傲 他們是很看不起其他人 是的 他們是高勞人 是的 然後巴爾幹那群人 就是比較兇狠 哦 他們打起來是比較兇狠 我認識的就是這樣 是的 說一下巴爾幹又出了我的電腦 這個就是一個火藥庫 火藥庫 薩拉爾窩在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波斯尼亞 是的 我記得他們兩個打得很厲害 然後是斯爾比亞 蔡爾華在這裡 其實都很厲害 所以他們的民族 基本上大家都是混亂 很多人在這裡 這個就是科索洋 科索洋 這個是現代地圖 馬其洞在哪裡 馬其洞在那裡 中間小小粒是馬其洞 但是我想問 以前的藍斯拉夫國土 是包含哪幾個國家 就是這些東西 羅馬尼亞對落那些東西 哦 就是這個 羅馬尼亞 紫色是羅馬尼亞 下面綠色是寶加利亞 寶加利亞都是藍斯拉夫 不是 他們以前是蘇聯的 然後到這堆科索洋 就是西面的站 蔡爾維亞 整個叫藍斯拉夫 由鐵托去 但是這個 他一死就糟糕了 沒辦法 你想想一下這堆東西 根本就全部不合適的 全部都不穩固 怎麽樣都不穩固 現在這堆全部不合適 這個就是再遠一點 你看到意大利的旁邊 那對鞭托 對 意大利的旁邊 中間那個是愛琴海 是的 這個就是 在奧空帝國的年代 奧空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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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海再過一點 這些就是俄羅斯 這是俄羅斯 所以 無論是西歐 又會黏住 東面這邊有俄羅斯 這些 Turkey 這些又會黏住 所以 有這麽多個民族 因為各個民族 又不合適的 你又不妥餓 我又不妥餓你的 所以這個就是 火藥庫 火藥庫 天然火藥庫 不能搞 就是這樣 再放大一點 這個就是 OK 我們講一講 這個已經是合併了 現在現代 波斯利亞 怎麽讀 黑塞哥 黑塞哥 我們稱為波斯利亞 是的 首輔就是薩拉爾摩 有過甚麼塞爾維亞 及黑山 黑山已經分裂了 分裂了 又分裂了 黑山共和國 在現代的波斯利亞 塞爾維亞人都佔了四成 其實一直以來都沒有差太遠 所以為什麽就說 為什麽 大公要去到薩拉爾摩 越兵 為什麽會有塞爾瓦的人 走去對他 所以 廢特林王主一定是鬼 他們要去激怒 去激怒塞爾瓦的人 一定是鬼 偶然 你溝通 溝通的就是鬼 偶然 我們說一說 這個真是刺殺的故事 他們支持塞獨 又支持波獨 反對奧空 這群是毒派分子 這群是塞獨分子 這群是高威空手 空手就是這群 不會讀 是 是 所以大家也知道 別人以前那些義士 就不是扔磚 就是拿一把槍 去咀嚇人 是 幸好 他當時二十歲 就沒有判他死刑 不知道判他多少年屠刑 不過隔幾年他就死了 在獄中 這些人一定會死 是 沒有辦法 雖然留不到他的命 是 我們下一節回來 講怎樣死 好